北京时间12月11日国宇消息 2025印度羽毛球公开赛公布了参赛名单 国宇继前一周马来西亚公开赛之后 继续全主力出战 因为赛事级别是Super 750 迫于世界羽联强制参赛的要求 大牌球员都基本报名参赛 印尼混双配队做了拆队调整 和前一周马来西亚公开赛的报名名单并不一样 2025印度公开赛举办时间是在1月14日到19日 举办城市是印度首都新德里 南丹正赛名单和马来西亚公开赛基本一致 第32位的资科梅报名 第33郑家恒理所当然的获得了第32的位置 国宇方面继续5人站队 女单运动员不如南丹出勤率高 张贝文是强制参赛的最末尾的选手 张贝文前面的选手报名没有变化 后面和马来西亚公开赛的名单对比下来 有了不少变化 很多选手选择休战 因此排名靠后的选手获得了更多的机会 国宇方面只剩王芷怡 韩岳 高仿街三人 两项高级别都没有报名 南双 国宇报名的四队组合全部入围正赛 日本组合保木卓朗 小林优舞已经申请了排名保护 因此没有报名 同时也退出了前一周的马来西亚公开赛 因此谢浩南 曾维翰在替补名单中上升一位 很有希望获得大马战正赛的参赛资格 女双 国宇三队组合顺利入围正赛 一队组合李问妹 王廷哥退赛 相比马来西亚公开赛 印度赛不受宠得多 贾一凡 张舒贤也不用在替补名单中等候了 日本组合松有梅佐记 志田千阳继续临时配队参赛 五十篮有杀 英本炫子也幸运获得正赛机会 韩国队非常节省费用 只派出精兵强将 女双和男双一样都只报两队组合 混双 德阳费迪娜夏 韦德加加拆队 因此成星 张池 郭新娃 陈方慧的排序也上升一位 印尼组合拆队之后 韦德加加并没有继续出现在报名名单中 但是两人也没有退出马来西亚公开赛 莫非韦德加加也要最后一战了吗 拆队之后 费迪娜夏将搭档员主打女双的拉马丹地参赛 看有没有新火花 而李瓦迪 门塔里 库沙杨托 库苏玛瓦迪拆队 只剩李瓦迪 库苏玛瓦迪一队组合 沙西利和苏帕克搭档后成绩平平 原本可以参加正赛 但是已经提前退赛 渡边勇大填口真彩暂时排在替补第四位 不过混双 还是国语的天下 四队组合排位很靠前 马来西亚组合威胁相对较大 特别是刚冒上来的许邦荣 钟书运 各位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最后也别忘记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国语加油